我们现在要去 体验一下正经的重庆家常菜 愉快的老板娘 和他的妈妈 做了一桌好吃的菜给我们 我们现在要去人家里吃了 好香 闻香味了 哇 好香 这两个 你们两个 哎呀 这是高兴 高兴 高兴 没冷吗 不过了 肖卡太香了 都是个地道重庆家常菜 哇 腊肉哎 哇 准备还有鸭鞋 飞标吗 飞标 比较安全 给你们看看小姐的红小孩啊 过一年你们过这种的开车 当妈了我跟你们说 来吧 朋友 这个是滑肉汤 这个是水煮鱼 好香哦 油泼辣椒和花椒的香味 你猜你骗在什么 它是要跟这个对上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滑肉 这个很少 反正北京很少有 好嫩哦 我刚才偷吃了一块 超好吃的 它外面裹的是淀粉 然后煮完之后半透明 嫩嫩滑滑的 冬冬豆椒一起煮 汤也好鲜 这个是回锅肉 这个看起来就 这是老咸菜回锅肉 老咸菜回锅肉 对 咸菜回锅肉 哦 好吃 它是个肥肉 憋着焦焦的 油脆油脆 小方我给我盖着劲儿 这个是骨肥肠炒的 嗯 这个你们店里的 那个是一个肥肠 对 一样的肥肠 颜色也是那种鲁香的 弹脆弹脆的 然后炒完之后那种 味麻味辣的香味 因为我上火了 特意给我减了辣度 这个是哪 这个是泡椒炒的吗 泡椒猪肝 最好吃 我开始放了一个朋友圈嘛 二号发的 那个当时没整个菜 他们说 粉丝全都说 这个不够 这个不够 不能够 这个好嫩 好好吃 它是用泡椒的辣 然后鲜辣 然后我们又立马加两个菜 猪肝就是零食加的 好吃的好吃的 菜单上没有 这个太香了 回来了 好喝 好香 然后那个鱼 那个鱼看来好香 那个花椒和辣椒 这是啥鱼啊 白脸 白脸 那估计是有刺 对 你不能再一口了 那我分两口 还好 还好只有两个 还好 还好 我好奇了好久了 这个是 这个有馅吗 腊肉丁 你看到 前口的腊肉饭 这都可以直接当主食去了 这个他们叫烧白 哇 这个 这个肥度简直是 太喜欢 那肥一点的 我好喜欢 一入口爆油的那种 下面是梅菜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香蓝餐 是不是他们火锅底料炒的 看来只有梅菇味 小丑了 这个 挺香的 这花肉汤真的绝了 这一份全让我给他喝 太好吃了 这个 姐姐说一会儿 给我带点红薯粉 我觉得回来可以尝尝做一下 这边的串都是自己拿 然后我要拿一点 谢谢 猪鼻椒 鼻椒 好了 来 刚才点完了烧烤 然后点了两个姜菇菜 一会儿 一会儿上了我们再吃 我们现在坐在路边 像这个 这种大牌的 哎呀在北京就 已经不行了 我们过个夜 我们还带了个灯呢 真是的 为了让你们看了清楚一点 容易吗 本尘 它是这种 下面有加热盘子 就是烤肥肠哦 肥肠的 我喜欢 嗯 表皮焦脆 它这块 它这个肠 感觉是我大肠和小肠 这块好粗哦 好吃 蛮在油 嗯 试试一下 它这个外面 是焦脆的 嗯 外面做大牌的很舒服 其实也不冷 我们是 现在是 十一 十月底 十一月初 就正好比较合适 就一件 这个是家荣的 外套里面 是一件薄的长袖 然后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特别 特别特别好吃的 北方比较少烤的 这个叫烤烧皮 它是那个烧粉 你们知道吧 就是一样的做法 只不过是一张 给你们咬开看看哈 软软韧韧韧韧韧的 你们就想想一下 把火锅里涮的那个烧粉 放在那个烧烤烤上 或者是铁板上面的那种 有一点点脆脆的感觉 中间夹的是洋葱和葱花 烧皮板烤冷面 对 这边烧皮都可以当主食吃 然后北方一般主食就是烤馒头片 或者是烤面包片 或者蛋炒饭和个儿汤 这是烤三线肉 还就五块肉吧 厚一点的 半肥半瘦吧 它是一块瘦 一块肥 一块瘦 一块肥 一块皮 这种 肥肉的部分还是有点焦焦的 这个是猪鼻精啊 猪鼻精是猪气管嘛 脆脆的 就是他们家是小串大串都有 才能自己拿一块 就跟那个挑那个 跟挑麻辣汤似的 这种就有点偏向于 就一边做做把把烧嘛 就是这种小串串 很脆 很脆 一丝一丝的 嚼住它那个筋来 然后鱿鱼 然后鱿鱼 五花丹家里上面写着 原来是路边摊 看了14年 后来现在有店 这个是五花肉 这会儿会薄一点 比三鲜肉薄一点 比三鲜肉薄一点 会更焦脆一点 先给你们看一个 我爱吃的 你们可能不一定能吃得了的 这个是鸡尖 这是七里香 他们家这个七里香比较肥呢 顿头会大一些 可能鸡本身比较大 烤得非常脆的 没有异味 这个是泡椒黄猴 它这个黄猴是比较厚片 比较大片的 然后有点像切腰花一样 给它打成了花刀 汤汁比较多一些 汤汁比较多一些 哇很脆 它的配菜是泡椒 就这种 这种泡椒 然后加上蒜苗 它那种泡椒的腊味 不是那种 就是红油 或者是那种油泼辣子的那种腊味 黄猴是软脆弹 然后加上蒜苗也是炒得脆脆的 整体是咸香 然后鲜辣的那种 然后有点微微的麻 它放了一些麻椒 但不是很多 他们家还有龙虾也甜螺什么的 我懒得包了就没点 爆姜豆腐 一份是三四十二片 烤的有点焦焦的 然后扁扁的 上面撒了辣椒沫 然后还有小米椒 还有葱花 这烤的好好吃 要抄耳根吗 哇这个 我先抄起 好好吃 这个羊 好好吃 它中间是那种软到 特别绵的状态 然后外面 包着的外皮是酥的 你咬开一口 你可以吸它中间的那个包姜 这好好吃 这跟我们跟一边吃的那个 那个臭豆腐还不一样 中间有一点不太臭味的 榴莲的那种口感 其实绵绵的 你没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来 准备跟你吃吧 你去 一半小米辣吃吧 哈哈哈哈 你自己点吧 哈哈哈哈 来个土豆 我喜欢这种土豆 小土豆 烤得特别耙明 这个烤的还挺入味的 里面也有味 而且也不是很咸 不过重庆整体味道会稍微咸一点 就如果你们口清的话 记得跟厨厨说少方言 软塌塌的沙沙的 泡椒鸭肠 这个好吃 这个超好吃 这个 因为我超爱吃鸭肠 它这种火爆的鸭肠 是那种红油包裹着的鸭肠的那种鲜辣加油辣 而且鸭肠爆的特别脆嫩 就像煮烫火锅 它就刚刚熟的那种脆度 因为鸭肠你要是烫久了 它就硬了 而且这个红油好多 这个是米椒掌中堡 是这种大颗的掌中堡 你看它很绿 它主要的配菜是蒜苗 还有青椒 这个青椒应该叫二斤条吧 原来还买着吃过 我好爱吃什么 青椒炒出来的辣味 还有麻味比较重 它放了比较多的花椒 小农宝应该是稍微焯了一下油 让它表皮会有一点微微的脆和油香 如果你们来重庆一定要感受一下 路边摊夜市的感觉 在北京是没什么戏了 我们就约定好每年11月初来重庆好了 好就敢在北京那个暖气来之前 敢在北京暖气来之前 重庆的天气是正合适的 我给你们看看 这边晚上有多热闹 这边晚上有多热闹 这边晚上有多热闹